我现在所讲的是 经历圣灵步道法 这个传福音的方法 是帮助人经历圣灵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解释 圣灵充满是什么 首先是神是可以经历的 圣经说的 圣经说平安 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这是本来没有的 祂将平安放在你的里面 赐给你 很多人经历圣灵都 最常见的就是平安 清神 就是好像轻松了 劳苦丹中丹可以得安息 爱 神的爱照灌在我们心里面 可以经历神的爱的 也可以医好伤心人 有心灵意志 所以你们中间有些人哭 就是这个心灵的意志 也可以赶鬼 赶鬼 守恩病人病人就会好了 也可以有喜乐 喜乐由代替悲哀 可以圣灵将喜乐赐给我们 身体舒服 十六章 十六篇九节 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 这是在神的同在 我的心快乐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然后也可以依据失眠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也有能力 能力临到我们身上 就是圣经告诉我们 神是可以经历的 祂不单是一个教导 传统的教会 有什么问题呢 祂将基督教变为 只是教导 只是细想 只是细想的工作 细想的改变 没有这种 经历神的灵在 这种 圣经里面 的确有不同的经文 讲到这个神 是可以经历的 这些人 都是我祷告 他们经历圣灵的 这个人左边的 他本来是很痛苦的 他呼喊 非常的痛苦 然后我就帮助他释放 然后我就帮助他 怎样经历圣灵 我为了祷告 他就充满喜乐 这个人为了祷告 他说经历到天堂 哭得很厉害 很感动 这个人也是另外一个人 我按手 他很多的诱上释放出来 这个人是邪灵 你看他手指不能动 这个很硬的 邪灵 赶出来他就说 哇我看到 当他愿意 完全的尾声跟踪神的时候 他就看到天使在上面拍手 这个人是充满喜乐 然后喜乐一段时间就哭 哭完又喜乐 喜乐完又哭 又再喜乐 很多次 就是因为他经历神的喜乐 然后也经历神的感动 神的安慰释放 也叫他治罪 所以他就哭又笑 这个都是经历圣灵 好了 我们怎样使用这个 经历圣灵步道法呢 第一 我们聆听 和回应人的需要和感受 我们语言沟通的时候 问他 了解他的情况 知道他有不开心 烦恼 我们就 回应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 心里很重担 有很多基督徒很容易这样回答的 祷告了 祷告就可以了 祷告就一句了 其实当时人 可能没有准备好 我们可以就告诉 首先回应他的感受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知道你烦恼 不代表我认同他永远的烦恼 而是我接受 他是在痛苦之中的 这个非常的重要 你听到有人说不开心 不要说 祷告就没事了 而是说 我知道你痛苦 为什么呢 当你当时说 祷告就没有问题了 他就觉得你好像 没有回应他的感受 没有回应他的状况 然后我们可以分享 自己或者是别人 类似的经历和神的帮助 他很忧伤 他很多烦恼 我就说 以前我也曾经有烦恼 然后祷告的时候 就释放了 轻松了 就喜乐了 以前有不开心的 但现在有喜乐了 以前没有爱的 现在经历神的爱的 一句了 就会分享了 然后邀请他 愿不愿意接受按手祷告 然后为他按手祷告 按手祷告的时候 你帮助他去爱慕神 神啊你真好啊 耶稣你真好 你在爱我们 关心我们 神在祝福我们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避免说很多负责的话 有些人祷告的时候 神啊帮助他的家庭 预计他的家庭 帮助他的老公老婆 他的儿女 他需要很多 有很多需要 你帮助他 他就注目在他的困难 他注目在他的困难 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我们想他 注目在爱他的神 全能的神 不是注目在他的困难 当然有些时候 我们祷告 可以让神去 预计他的 怎样预计呢 耶稣知道我们的痛苦 神知道你的痛苦 神来安慰你 神来释放你的 重大烦恼 神陪伴你 祂知道你 有缘放弃你 遗弃你 神知道 神来安慰你 这样就是 用圣灵的工作 带来医治 不断去讲到痛苦 有些人是 我很苦啊 很苦啊 他很苦啊 求神灵敏灵敏灵敏 就是神很苦啊 他很苦啊 就是注目在他的苦 但我们可以说 讲出神的恩典 和他的属性 神知道你的情况 神很爱我们的 神知道我们的情况 他现在来安慰我们 我们就放下重担 耶稣来了 欢迎耶稣 耶稣来安慰 我会讲耶稣多 然后来安慰他 不许多讲他的困难 也许讲到 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 耶稣现在来安慰我们 现在耶稣在陪伴我们 现在耶稣在释放我们 中担这样烦恼拿走 这样的话 这样祷告 他更容易经历圣灵 有些时候可以唱 简单的诗歌 你自己每天这样唱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每天多唱 你就随时都能够唱 我想问你 你们唱的时候 刚刚唱有没有感受能力 我希望你每次都能够 Hallelujah 马上就经历神的能力 就是你的灵很开放 你对神很开放 神马上来祝福你 这个我希望你们每一秒钟祷告 有一次我告诉一群人 我每一秒祷告 晚上被圣灵充满 之前就很有兴趣 很想经历圣灵 这个就是我的 我的其中一个教导 你的灵开放 一秒钟 马上就可以经历神的同在 然后祷告完你就说 请你仍然闭上眼睛 请问你在祷告中 有没有什么经历 或者是感受 为什么说经历呢 为什么不先说感受呢 因为有些人说 你传福用感受 用感觉 但我会说经历 圣经有说经历的 圣经有说到 不同人经历神的工作 就信主了 这个格拉圣的被鬼附的人 他经历圣灵了 依据了 赶出邪灵 耶稣就叫他去不同的地方 去这个Dekapolis 迪加坡利 就是原文是什么 十个城市 去不同的地方 讲述神 讲述神为他做的 所以他的改变 他就信主 他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先讲经历 例如 圣经里面有不同人 他们这个 撒几 他的意志 他就荣耀神了 一路上荣耀神了 这个就是经历改变人 所以问他有没有什么经历 你经历去圣经所说的平安 轻松 刚才上一页我们讲到这个 不是 刚才讲到这个平安 轻松 爱 心灵的意志 感鬼 喜乐 身体舒服 意志 失眠 得着能力的 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 你想神以后祝福你吗 他想的话 你就 你就说耶稣能够祝福你 你想耶稣 圣免你 拯救你 他以后陪伴你 是耶稣令你尽力 你想不想 他想的话就告诉他耶稣为我们 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需要解释神做的 不但去说你信耶稣 耶稣很爱你 从天上来到地上 按照圣经的预言 来到世界上 禅然福音 但被人拒绝 并定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所有的罪的惩罚 然后他在十字架上被天父 与天父隔离 所以他说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他为我承受这个救恩 然后我们信靠耶稣悔改 神就赦免我 你愿意接受耶稣吗 就带领他信主祷告 然后也教导他怎样 继续亲近神 尊重神 这个就是 经历圣灵步道法 这个就是 这两天我都帮助你们去经历圣灵 然后去带领他信主 我现在 简单的示范一下 因为差不多吃饭的时间了 我们晚上 回来之后再操练 谁愿意出来 我就 你出来 例如我用这个姐妹 做一个例子 示范一下 过来 就好像 刚才所说的与他沟通 现在这个沟通 我们不示范了 就是说 听到他说他的情况 那你的情况 其实我自己经历过 然后神帮助我 我也为很多人祷告 他们都经历过 你想不想 耶稣来祝福你呢 想 我为你按手祷告 可不可以啊 我的手放在你身上 可以吗 可以 我们为异性 因为在教堂里面 你们都习惯按手 所以我不需要问每一个人 但在外面的话 如果是异性的话 你需要问他 可不可以 他说可以了 然后如果是为 你是男性的 为女性的祷告 去在外面的地方 最好有另外一个人一起 这个比较安全 有保护 好的 然后你就说 耶稣要祝福你 你闭上眼镜 你想着耶稣 现在很想祝福你 现在耶稣 临到你身上 很想祝福你 你想不想 耶稣来到你身上 你想的话 你就投入 耶稣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有些时候 我会首先 有一些简单的祷告 我就说 耶稣 你很爱我们的 你知道这个人的需要 你知道他不开心 耶稣来帮助他 怜悯他 与他同在 然后我先为他祷告 然后 用个手 然后我就说 我现在为你安守 好不好啊 因为他敏感圣灵 因为我们刚刚 已经有聚会了 所以我一边讲 他一边已经经历圣灵 然后我就说 现在我为你安守 我就在安守的时候 耶稣 感谢天父 爱我们啊 感谢天父 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啊 你临到我们身上 安慰我们 陪伴我们 耶稣很爱我们 欢迎耶稣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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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神告 求神联名他 祝福他 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安慰他的心 祝福他的心 释放他的灵 帮助他 经历神的爱 神的平安 轻松喜乐 感谢天父 天父爱他 天父 怜悯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请你继续闭上眼镜 请问你在祷告中 你有没有内心和身体 有没有什么经历和感受 想倒下来 你的内心有没有平安 有 有平安 这是圣经说的 圣经说什么呢 约翰见到荣耀的耶稣 祂就扑倒 但是圣门继续去跌倒 然后扫罗见到耶稣也跌倒 这个是神的能力 在你身上 里面是平安的 身体有没有感受 轻松舒服的感受 有 这个也是神带来的 这样我们轻松 没有担心 没有烦恼 这个是神带来的 这是神的祝福 你看到耶稣这么正式来到身上 是不是很真实啊 是的 很真实的 那你想不想耶稣以后祝福你啊 我想 非常好 那你就跟我真心的悔改 求耶稣赏免你好不好啊 好 你知道耶稣为我们定死在许日假上 有没有人愿意为你死了 没有啊 但耶稣为你死 而且是非常痛苦的死 是在许日假上非常的痛苦的 你跟我祷告 亲爱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感谢你 你差遣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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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的罪 为我的罪 死在许家上 死在许家上 来赦免我的罪 来赦免我的罪 来拯救我的灵魂 来拯救我的灵魂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员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员 我有得罪员 我有得罪员 我有法路 我有罵员 我有罵员 我有伤害人 我有伤害人 我有自私 没有敬拜真神 求神赦免我 洗尽我的罪 将永生赐给我 我需要耶稣 耶稣拯救我啊 将永生赐给我啊 将我永远得到你的祝福啊 我欢迎耶稣 进入我的心里面 做我的救主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请问你在祷告中 有没有真的求神赦免你 拯救你的灵魂啊 有 你有的话 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神已经谢那你 已经赦免你的罪 恭喜你啊 你是神的女儿啊 非常好 你现在整个人觉得怎么样啊 感觉到很轻松 很轻松啊 这个就是在神里面 就非常美好的 求神祝福你 保守你啊 然后我就解释怎样跟从神了 好的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好的 你所派录不能传在网上 你自己看可以 不能传在网上 为了保护 不要传 不能传 你 不是因为 在网上就不可以传 其实我鼓励你们不要派录 你自己看 这个网络 政府就看到了 每个人都在本人的手机给别看 自己看 完全不能传 因为要保护 好的 我们吃完饭回来 可以练习 你们也可以练习一下 怎样去使用这个方法 好不好 就算使用我们有这个圣灵的能力 所以这个圣灵的能力 是可以使用 传福音 也可以使用 帮助人的灵命 如果他是基督徒 就是说神这么尽力 来到你身上 你想不想 耶稣以后祝福你啊 你想不想 尊重神啊 被神带祂使用啊 你可以有圣灵的能力 想不想啊 他愿意的话 你就帮助他 怎样以后使用圣灵 充满在他的西风里面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